歡迎收看臺灣新鑽街 我下面張偉銘 我們說祝鑽會 這時候是延期 明年五月就夠期 大家也都關心他好氣好獎 最後一年大家也關心說 我們鑽形正義的這種性 這段可以怎麼搞出來 另外我們說祝鑽會 其實在九月的時候 就提出重政紀念堂 這個鑽形的風暗 代理主委的風暗 他也提出重政紀念堂 裡面中介紹的這個當上 應該要比性 來說醫毒 並且要做一個不可回合上的處理 來實現專行正義 不過我們看著說 一個不一樣的這個 董牌立委裡面 就不一樣的這個聲音 來看著說 中國國民黨立委 五叔懷疑 怎麼說 他說 中介紹對著台灣 其實是建設有他的這個功勞 那是要將他看著是委員的這個代表 要用同一個標準 來看日本市民通締 來講到這個北電武衣 他說他去做這個水口裡面 他也說 中介紹也去九十幾個這個水口 所以要同一個標準 把他的這個當上都拿著 日本的這個信息也要聽到 但是這個代理主委 他也講到說中介紹介紹軍事先盤 在這個部分 要來拿到經濟建設 無法逮捕 比平 另外呢 他也講到日本的這個信息 其實在國民黨來台灣的時候 大部分都已經被拼圖了 他其實也講到 中介這個政管裡面 中介兩代台灣人的這個人權 中介的這個交代 我們看說安裝回應 尤其是中國國民黨 立委金萬安 他怎麼說 那是一直要來聽這個當上 要抹圖去 過去的這個歷史 不符合 大部分民眾的這個基態 但是呢 我們看到說文化部長 尤其沾對到 我們說這個中介紀念中 他說是要提出到這個歷史 或是說發責這個定數 都要完畢 接不去到整個這個大衝突 但是呢 我們也講到這個專行政議 在這裡 過去我們看到他的這個政議在這裡 但是未來好奇好獎 大家也很關心 透過今天的節目 我們做回來對位 先來搖槍接不定 所有來賓 第二位 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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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頭文 報四報 第三位 我們要請 二次百關懷中會 尚無理事 也是二次百政治少人 這裡 拍不記得這個好聲 拍姓形 主持人 大家 大家好 感謝我們待會也要請 這個中國國民眾 台北市議員 郵書費跟我們接不見中收錢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說 在拜日的時候 這段我們說接吻 其實我們也引起了很多討論 和正義 尤其我們看著說 郭書費 這段言論一個出現 他說 中介教對臺灣有功能 當然也是有功能 但是我們說 如果是這個獨裁者 到底要怎麼去定義 我們先好好看 中介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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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跟租政家來開學 這個說法也引起討論 國民黨立委 郭書費是表現不完 批評修專會是受訓誓 要改就請民進黨統一標準 要求全部通通改成 反省威權路 反省威權國小 如果你們有本事做這個事 我全力支持 那是對立 我們希望還原真相 還原真相啊 我們這樣子貼標籤 沒有辦法討論 所以你現在是擔心未來會有人會回覆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建議你 所以同向要移除 但是我講的不可回覆性 是針對那些展覽教育的手法 應該要被常設性的放置在那裡 跟同向是兩回事 如果要移除中介紀念堂的中介紀念堂 當上經費要多少 也方明表示 先來補充介紹我們的首位來賓 中國國民黨這個台北市議員 尤修徽 社會議員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才討論到 尖對當上要聽不懂 可以看到立委 我們也看到這個葉鳳凌主委 他的這個公法 他說今天就是軍事心盤 或是這個跟經濟建設 沒辦法來批評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國民黨 立委五屬法 也就是說 今天就對台灣其實有功勞 如果是要看他做委員的代表 應該要用同一個標準 廣東來 來他貼圖 日本人的行程也要貼圖 先來請教這個告書 我們說到這個公告 到底可以消毒 尤其你也是對到軍事 過去有一些研究 先做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一直想沒有很多事情 就是軍事要五十年 四十幾年 為什麼這個學術界 尤其歷史界 一直都沒有對軍事 來進行這個歷史的配方 歷史的這個歡信 你說五屬法 你說消毒建設 台灣猶公 到底到底 消毒建設是什麼 你如果說他們兒子 我還相信 你說他們兒子有公路 或是什麼 十大建設 你說這我又覺得 中經過可能對台灣的建設 還有公路 你說消毒到底對台灣建設是什麼 五屬法說他起水口 這樣 你應該跟他 俄羅這個單行 那時候的行政營長 還是原本的台灣 台灣新主席 如果說起水口 就對台灣有建設 這樣有公路的桌 所以 說十十歲 以外研究 教教教對台灣的建設 實在是沒有幾條堂講 是 不過如果說他的過程 那桌了 OK 不是恐怖 清掃多少人 關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是職員工 日禮白免工 我們說這個 一九四年以後就好 今年又是 比如說今年是退出 不好意思 今年是中法民國 掛出聯合國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 上五月而已 這件事 五十年來 有些人去 找到 他應該負擔多大的 職員 根據我的研究 事實上 中法民國沒辦法留在聯合國 中法民國 本人 他的外交政策 要負最大的職員 是 如果他有些政策 是完全怕不通的 沒辦法做的 他以前放棄他的政策 沒有在中法民國今天不說 在國際上 怕不出去 怕不出去 國際組織都沒有怎麼參加 沒有幾個 這個環境就不太壞 尤其我們說二千五百 這個國異裡面 他說也是要做這個 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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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屬實上 我們過去四十幾年 中法民國四十幾年 學術界 歷史界 不用說社會 整個社會 對中法民國的翻證到底多少 我經常覺得 我如果想到這個問題 我就有精神錯亂 就是一方面 台灣有一堆人 一堆人 就是要尊敬中法民國 崇拜中法民國 長久以來做行 做行的一個現象 另一方面 像我們這個 研究歷史的人 我們知道 我們有辦法清清采釋 說 中法民國的什麼政策 是不對的 什麼政策 給台灣 台灣人今天再受苦 不過台灣 我們看到說 台灣人 還有很多人 在崇拜蔣介石 所以這個 才不會說精神錯亂 然後台北市中心 還有一個廟 你紀念他 我覺得台灣人 敢說不會去翻證 在裡面 你說那個落差 他會一方面 你又說崇拜他 很多條路 都像中政路 你起名 另一方面 我們又知道說 他的很多 歷史上 台灣人多少痛苦 所以這方面 敢不可以 大家來翻證一下 這是我對這件事 最大的意見 是 所以我們說到 這個執政者 他的公幹 完全可以 抵過他的 故事的部分 這是我們待會 我們可以合作 再來訴訟 另外再來請教師婆 我們頭段也說到 這個不可回合上 我們頭段也說到 這個當上 要聽不聽 其實可以發到 我們說 國內很多的討論 你認為呢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 大家說的 其實我們投影的 信者 沒有像台灣最保存 最完整的一個信者 我個人對這個 基地是怎麼看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來討論 我們就代表說 這是民主社會 反過頭來說 我們可能現在會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 中正基兩項 這個當上要聽嗎 我們沒有問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問說 這個中正基兩項 怎麼會蓋 我們也沒有問說 這個當上怎麼會用這麼多 騎這麼多當上 騎每一個星期 每一個鄉頂 每一個國小 各中都騎這個當上 我們沒有去問這個問題 我們說 如果有問題 那其實蓋就有問題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講 就是為什麼主社會 變成一個討論的 主要對象 是因為說 在蓋嚴四季的時候 打掌手裡面 有七千多筆的打掌 中間因為他的打掌 變成更嚴重 就有六成左右 還有兩百萬人 是因為他一筆一筆 就由尤其道行變成四行 所以大家討論的問題 是說 這個執政者 當然我們可以說 他有公路 他也有過錯 不過我們也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臺灣社會 這幾十年中間 我們已經為了他 花多少社會成本 用這麼多資源 紀念一個人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問題 回到我前面說 在台北市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用這麼多土地 這麼大片的土地 來放一個紀念當中 還有人騎為兵 還要表演 這個成本跟我們這個社會 應該要負擔嗎 我是認為說 這才是大家要討論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區 還是說這個公園 還是說這個原區 要怎麼讓更多人去搜尋 說這個對臺灣的意義在哪裡 不是說變成說 我們就去拜一樣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問題的重點 OK 我們繼續來請教 這個消息理事 我們看到說過期 我們因為這個二十八的關係 討論也有很多 但是作為一個 我們說 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來說 怎麼來看這回事件 尤其你待會兒 也能拿到很多 這個判骨書 用歷書的背景 再給我們說明一遍 是 我先說我的結論 我是說那個當中 一定要移毒 要移毒 我要拿出四個理由 是 第一個理由 我要證明 他大家都 外面都是歷書上的主 什麼報道 都有在說 他是三人模 但是我那個時候 沒有什麼政 沒有說 很明顯的政旗 我今天就要拿一個 非常明顯的政旗 證明說他是台人 他是台人 是 這是這個丹布町的尾家 他的尾族裡面 一份尾禁 他用很多心 去收集一些 一些他的報告書 是 一些法院的報告書 看裡面有什麼 可以證明說 舊該就是台人 是 在這裡 我在說 現在外面也有人 半開玩笑 他說 此人槍斃可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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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臺灣就是在這裡 OK 此人槍斃可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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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那天都沒鬆開的那樣 沒鬆開 他就說 與其兩犯都應除死刑 就槍斃掉了 這都白紙黑紙 血淋淋 有真正的證據 我們可以說 明明他就是一個太郎 散英文 我們可以做一個 很大的當中在那裡 叫大家去敬拜 第二的理由就是說 我要轉述一個前輩 因為有一次人權界 辦國際人權座談 請很多人來 請各國人權的代表來參加 參加後 可能很成功 但是作談後有去做參訪 參訪可以是去看六丁雷 六丁雷那個 亂戰艦 那些人都是以太 是 搶賓那些人 那些人 國際人士 大家都是心裡有七七 七殘的七 到後來 阿波又去看那一陣 那一陣燈上 你看一個都五丁雷 哪有這種人 這個是加害者 加害者說 先把他創下這樣 因為那是一個國際的政策 那個時事公就是國際的政策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不爽快 但是有一個當局的那個代表 那個人員代表他就動不了 他就...他直接說 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在嘻笑 在這裡是你們在嘻笑 你們就是這個主辦單位 或是台灣 你們今天用一個那個 這個這麼大的當中 放在那個地方 在懷念 在懷念 所以他覺得他不知道是他在嘻笑還是你們在嘻笑 這就是國際笑話 因為那個政策就是國際政策 人家說出這個話 那是很無理 但是他就是撞不住 這是一個國際笑話 另外就是說 公國的問題 這個公國 這次他對台灣是有什麼說 他... 他... 他是... 他中... 中...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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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 我都沒有去走 我都走路走到台灣 他有來保護台灣什麼 他對台灣有什麼說 他是對... 他... 自己的政策 OK 的保持有... 有功 但是對台灣 還是對台灣人 像我這個台灣人 我... 是 有什麼說的 這...這就... 我翻到回來 我說 台灣是對相關就有說 OK 如果沒有台灣這個土地 他老了就要死在太平洋 是啦 所以剛才這個 聖部理事也跟我們說到 用三種 第一個就是 過去這個判決書的理由 說過去 怎麼我們說 獨裁架是怎麼配這個死刑 另外就是說 剛才也是 引述到這個 提出聯合國 是說這個國民政府來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到底是誰人對這個台灣有公路 是說台灣人對這個 這個賬款是有公路的 這是我們說聖部理事的看法 另外我們再來討論 其實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鄉台 金融萬安 他也說到 那是一直說要貼圖當上 賣出這個歷史無負責 台部分民眾的期待 我們從這個衛生來 請到社會議員 怎麼來看他的這個回應呢 其實我們今天所有在座的四個來賓 可能只有我一直在做 跟基層有關係的工作 我以前是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 我現在是市議員 我們每天接觸的都是 可能只是很小的事情 人家有困難 沒辦法到三天 他們怕失業 他們怕要怎麼樣 都是這種事情 其實在一般的 背景的事務中 他們要跳銅像 外跳銅像 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一般的庶民 一般人的生活中 是不會出現這些危機的 他們有很多討論 為什麼菜價變那麼多 為什麼有萊豬這些議題 好 我們今天真的要說轉型正義 或是說有一個人有一個時代說到過 我覺得這都可以 不過我們現在要先有幾個問題要先釐清 因為我自己讀政策 政策也是要說歷史 說大家改變 建一個體制是怎麼發生的 有一個人家在那個時候 為什麼做這件事 什麼叫做威權 什麼叫做威權 因為當時開始講去 日本時代算是有勝威權 應該也是有勝 我們由日本時代到現在 我們就要把這幾個定義 台灣這幾十十年 這100年的庫跟藍 我們都要作為很多庫 台灣開始 由日本時代開始 很多無垢的 四季的 或是財産去找找的 我們這100年來 我們都要去害他一個公道 不是只有幾年人受害者 這大家有同意吧 是 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如果要去 立宿要去回復 我們就要把它放更長的 我們的心肝也要放更長的 我們說也要放更長的 然後第二天 每一個時代的領導者 我們都要讓他有公到有過 要去探討 OK 阿扁你也是 我們現在都不說阿扁的時候探討的事 那也是不對的 他都在高雄這樣走來走去 那也不是不對的 他有什麼公有什麼過 每一個總統 包括以前的日本的領導者 他對台灣是好還是不不 我們都要有去探討 是 大家都也對 我是不知道 中駕一宵 中駕師對台灣說什麼 他因為我SA6年出生 他只有SA5年過年 但是我因為阿公和我們爸爸家裡 聽過他們2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有和他們採訕過 他們採訕過 我們採訕也是台灣人 第一個叫庚哲有棋田 三七五鹽豬 因為我們阿公是政產的 以前是宜蘭人 大家都知道宜蘭 以前很散 都要外出打拳 去基隆打拳 逮捕 政產 他們都是跟做產來政 所以這兩個孩子有機會 有自己的地 所以他們很感恩 第一的叫做九年義務教育 九年義務國教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這代的感覺 帶到高中 現在還要帶到高中 還有人說 不然台學也有教育 不過在我媽媽那個時代 如果她可以帶到休學畢業 家裡算有一點錢 尤其是女兒 像我媽媽可能帶到休學三年 家裡就說 女兒要帶那麼多 女兒可能帶到休學畢業 有時候家裡還會帶到休學畢業 如果要帶到休學畢業 所以後來有這個義務教育之後 大家不用關公 你們家裡的善者還是好 你都可以帶到國中 這最起司法 我們知道以前的時候 後來立書的 高雄也是立書 以前的時候獨裁的人 獨裁的家裡 他都會讓人帶太多車 因為你帶多車 帶多車 你的書頌就開始換起來 你就開始有很多回憑 帶小人 帶小人最難說 以前做風土都這樣 都要把特車人控制在我們自己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一個人家 要讓人民開始去特車 我覺得這是對一個國家的未來很重要 不管這個總統你覺得怎麼樣 你現在都可以說他是違反什麼 不管他是誰 就算是日本人 在那時候是臺灣合作的特車 OK 我覺得也是要把他們設施 是 剛才這個議員有說到 如果是要把這個整個歷史 像說我們過去有這個違反政府 甚至是這個日本時代的這個實員建款 都要通業來去做一個規範 其實這也是一樣用在這個中國國民黨 立委莫屬懷者 他當時也是提出到一樣的這個問題 來去問這個 副專輝的這個主義 現在這個日本時代的東西 你都沒有去追求 這個我們說主義是有規定 說日本時代的這個東西 在那個時候副專輝的這個定義 裡面那個時候沒有要討論 所以他說如果是有這個要討論的話 所以可能副專輝 你如果是要給他另外一個人物 同樣也是要提出同一個標準 來去討論 但是在立法院的這個 決議裡面副專輝的人物 先放在一九四五年以後 所以這個部分這個時代的定義 裡面我們要好好先來去理清一下 另外我們還要帶大家來看 那時候這時候 莫屬懷的立委 其實也有提到 說 剛才我們聽到這個 中介教其實對到 我們說政策的人 有他的這個慘的這個作法 還是這個三千億 監資 這個部分 都都有拿出來 跟這個我們的主委 和他的隊員 先坐我來看 蔣公對台灣的貢獻 跟八田與一 我們做一個對比 他蓋了一個水庫 我們感激的不得了 每年還有人去給他上個箱 舉個工 蔣中正先生在台灣 蓋了九十幾座水庫 我們政府撥遷來台的時候 他所施行的所有政策 都是台灣最窮苦的電農 農地開放 三七五檢株跟著有齊田 都在照顧 台灣人民最窮困的電農 這些政策你都沒有想到嗎 報告委員 其實轉型正義的重點 是反省國家曾經做過的錯誤 而蔣介石如同我剛才報告 他在軍事審判體制的介入改判 直接判死刑的 這個造成台灣那麼多人民的 生命青春跟自由 還有好幾個世代的可能性喪失 我認為這不能跟水庫高速公路或鐵路來相比較 既然對蔣中正 這蔣介石或者蔣公這麼有意見 這麼威權 要把有中正的通通改掉 我支持中正路 全國的中正路 中正國小中正國中中正區 要求全部通通改成反省威權路 反省威權國小 如果你們有本事做這個事 我全力支持 我去說服國民黨 就支持你們這樣改 可以嗎 剛才您提到的從日治時期 這個殖民的部分 其實他不在大院通過的促轉條例 要求我們處理的範圍之內 第一個我們只能來處理四五到九二 那至於就是說日本神社的部分 其實國民黨來台之後 大部分全台灣的日本神社 也都遭到拆除 主委我不想聽這個 我想說你們拿這個法令的範圍 限制來說 人民聽不懂 我要講的是接地計 依法行政 就是說大院沒有賦予促轉會 去處理整個日本時代的遺產 我們當然在討論歷書的時候 可以去定義說 我們要討論什麼樣的時代歷書 或是說你要全部都要好好做一個檢討 都可以 但是剛才這個主委也說到 他發生憲政 另外我們也說到 到底這個中正紀念堂 其實也該過很多名字 自由說中 這時候整期來做是 翻新儀款歷史的公園 用翻新儀款 但是立委也說到 如果要把這個中正都拿到 翻新儀款 國秀翻新儀款路 頂頂這裡 教授你怎麼看 你如果說要全國改造翻新儀款路 我是不反對 不過我是跟我說這件事 不用擔心這麼多 一步一步來 連中正廟都沒有改名 當上沒有刷照 你要說去改 包括台北市財來的中正路 這話是說不通 你就有最大 最大聲的開始做 你現在擔心到那些細節 要幹什麼 台北 現在 其實蘇西雄 台湾還有很多這個當上 是蘇林的社區 你領用的 是 這有的已經比蘇林財產 蘇林財產政府也不能去感染 不過我是覺得說軍隊裡面 軍隊裡面的 當上蘇西雄是應該先處理的 因為那是在政府的 政府的行政範圍裡面 但是對很多軍人來說 這個蘇西雄是 我們剛才你說 蘇西雄他的這個 比如說處長會 甚至我知道 我們說要檢討蘇西雄的這個 他的 他的錯誤 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五蘇懷英 蘇西雄對台北有公勞 不過我們想看看 他有公勞 他有建設 建設這個 建設的 譬如說 譬如說吳蘇懷英 他說根治有其田 包括蘇惠議員 也說根治有其田 蘇西雄 你如果說 根治有其田 我就覺得這個公勞 不能算中介教的 這應該算單身的 怎麼可以變成中介教 中介教還沒來臺灣單身 就已經在臺灣開始 他做新主信 他就開始在臺灣推動 根治有其田 而且根治有其田的背後 他的背後的 競滴的動機 蘇西雄是要剷除 臺灣的大地主 因為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 進行土改 土地改進 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 就是因為整個農村 農村都在中國共產黨 占領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來臺灣 覺得不行 我在臺灣在臺灣 我要趕快把農村的大地主 最辦法把他們的殘收拾 放一般貧富的農民嘛 背景是這樣 如果說歷史裡面還有很多背景 要檢討 不是說這個進市就完全是對的 你如果去問 你如果去問那個土地 本身是地主 你去問那個地主 不僅大地主還有小地主 你去問他們看他們 從中這個根子有其田料 他們的生活變多避難 從土地到沒有土地 你去問他們那些人 看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這件事 你學術 學術討論 屬於上是要進行做那個 進行做細節 這細節的討論 主持人剛才有說到 為什麼軍號 軍林 還有方佈 對於這個 拆掉共產黨兇 是這麼低責 屬於上 我覺得這也是共產黨的 他的錯誤 他 像中概鳥通在臺灣二十六年 到他們的小孩 又耍下去 又通在你二十年 為什麼中概鳥變成那樣神 尤其在軍隊裡面 在軍號裡面 是誰把中概鳥變成一千神 四個都有他的當上 屬於上 我今天要來做節目 我特別住日本廠 我是跟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叫外星人 屬於上應該叫大陸 大陸人 你不要叫大陸人 都在崇拜蔣介石 都在拜中概鳥 有一個文學家 他叫王鼎君 王堂君 他有一套回憶錄 這是第四本 這本叫做文學江歐 他在裡面就說到 中概鳥在那裡 他跟一個消息家 那消息家屬於上是很重要的 叫宮崎 宮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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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崎的崎 宮崎 他經常跟宮崎 在路人 路人開港 每一次的宮崎 看到中概這些當上 他說 我們四人總是有機會 看到這些當上 比他做拍檔樓梯 慶金來賣 你不要五歲 王堂君和宮崎 他們住市場都是外星人 你不要叫所有的外星人 對中概鳥都拜神來拜 不然不是你去問那個 李後英章 我相信李後英章也是 賠中概鳥 賠到沒力 所以我是覺得中概鳥 為什麼他的地位 他在軍隊裡面 在軍號 在這裡 那是一線線 這屬市場一定要檢討 中概鳥來臺灣在那裡 用什麼政治手段 把自己變成造型 這屬市場 我剛才說的 幾十年來 中概鳥四四十幾年來 我們有檢討過這些問題 是 所以這個問題 好好的 再訴訟 有什麼軍號 軍隊裡面 中這個中概鳥 中間 他說他是這個校長 其實創造這個 五波軍 豪頂頂的這個問題 另外我們說到 到底中正紀念堂 怎麼去做一些專型的補軍 所以我們看到說 專型有很多這種補償 譬如說這個當上要怎麼拼圖 還是說這個勒棚裡面 公靈到外觀 當然也有人說 中正紀念堂 在台北市裡面 他這尊可以做什麼 他這尊可以讓很多這個 年輕朋友 在那裡做跳舞 做練習 旁邊還有這個龍 聽 繪家 這個公眾的意義 已經完全改變了 思考後怎麼看呢 我認為是這樣看 就是說 我們現在做這個廚媚 土味 過程說 重點是因為過去造型 造型 剛才修御議員也說 我也做到國務員 我現在也在競選 我親民的朋友就問說 我們同樣為一個修鑽臺灣 修改修當上的一個公文 四公圈 四公圈 裡面有兩百一十九座修改修當上 還有孫文有二十七座 修鑽國也有兩座 每年要花幾百萬來維持這個公文的運作 我們不要再說這個 我們說我們的慈府 一年要花四千兩百萬 重新年輕人要花三千三百萬 到處站起來已經要花八千多萬 一年要花八千多萬 所以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個人是認為作為一個厲害的關係者 要問今晚立委 我覺得是不討論 因為他是關閉人嘛 他每年引導開臺灣 每年花八千多萬 我們要請教他的意見 這是什麼道理 對 臺灣社會每年花這麼多資源 去處理引導的事實 中壘 是不是我們有給他剃圖 也沒有 我們現在是討論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處理 就是說我們來看看 大家可以想一個問題 我覺得不太嚴重 譬如說 為大宗自鎮該罪 自由公眾以外 有人覺得不鬆快 大家現在去也很開心 吃分椒 運動 甚至說抗議 自由公眾以外來抗議 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想說 我們一般的政權 一般的人 他多久沒有立起那個中心去念頭 說實在 整個臺灣 整個台北市 這麼好的地段 這麼好的地方 交通這麼利便 這麼開箱 結果放一個廟墊裡面 說人家真的有去 了解歷史 了解歷史 所以我是認為說 大家也去搜索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東西不太嚴重 像高雄 文化中心 當中拆掉了 還會發生什麼問題 也沒有嘛 就是說其實這個過程中間 其實都是大家在這個中間 像在畫 把他競爭一樣 不過其實拆掉 就是反映大家說 真的去搜索說 到底一個公共的空間 感覺花這麼多資源 變成一個 為了一個人而存在一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中心搜索說 一個台北市的這麼好的地段 台北市民要怎麼輸用這個地方 像整個臺灣 要怎麼搜索的歷史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OK 我們也繼續來討論 就是說真的如果是這個工廠 或是這個我們說紀念檔裡面 要好好來穩用的畫 其實這個屬性的討論 一定要整個完畢 我們就說到這個文化部長 李英勇敵 這樣說 中政紀念檔 他的這個鑽形 別所要有這個歷史的這個 兵家 發責的這個定屬完畢 我們早前也說到 俗鑽 他的這個任務勝責 他幾乎只有兩年 雖然還厭任 這個在歷史 兵家 還是說這個定屬不完畢的 這個情形之下 可能有些這個蟲盾 社會的對位 可能有些這個情義 再來請教消防御理事 怎麼看說 到底這個歷史兵家 我們這頓可能是 有的人說這種話 有的人說那個話 但是在發責這個定屬 也不可能完全到這個俗鑽 你怎麼看這個部分的討論 我想這是法律要用這個 用立法的問題 那是一個技術問題 OK 我是僅僅堅持一個完結的問題 就是說這件事最重要的要拿掉 要拿掉 他沒有自家放在那個地方 就像剛才說 剛才說他對台灣有三千五檢祖 什麼的 我那個歷史主義的那個 有尊公義手說的 是 我們就要去做一個當中 放在那個地方 我們叫大家來擔拔 讓全世界揣來 我們說這是什麼臺灣 是什麼人權立國要求死人 至於那個退獎 是 郭輸懷 我認為他不是現在這個 共和民國的國軍 他不是國軍 他那個時代的軍 跟現在的國軍不一樣 那個時代是叫做東軍 所以他們老中所想的 董唯一 董第一 是 國家比較後面 董國 董國 所以他們主因就是 為了要保持他自己 董的利益的時候 現在無關政府 我們的國家好不容易 跟現在這個時代的時代 全世界大家非常尊貴 台灣這個土地 這個國家的地位 那個地位他無關 他動 要緊 是 在國民黨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他的感覺 在這裡我就說 美國強調 那些退獎 那都不是現在所謂國軍 OK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理書也拿出來 就是說 剛才有什麼軍 現在要退獎 這個軍改修 可能也是因為過去 移動靈軍 這個東國這個時代 這個背景 剛才我們也說到 是怎麼我們的這個 專行政議 要有人在接議 當然他過去發生一些問題 但是有人就說 這個軍改修 拿來逼做北田巫醫 甚至說 哇 過去有一些 這個委員的 人問 還是說這個美國 這個林肯 Memorial 那個林肯 到底這個東雄 要讓他抵渡 沒有 甚至說 這樣立書 是不是就會遇到 這種的討論 像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主辦 你說專門 好庭 是一種 不是好處 一種座位 所以說 中進紀念堂 未來這個幾位 應該要跟社會 沖縫來交通 相信大家這部分都認同 緩緩歷史的這個精神 這還可以普遍歷史的這個 相關跟社會好處 但是他說 抵渡這個雕像 就是滑渡過去 保留歷史有意義 但是我們看到說 立國怎麼教育 他們這個特立書的人 或是說特國民教育 這個學生孩子 他說過期 這個Hitler 怎麼教育 他們自己這個民族的人 這是敵國人歷史的這個痛 要他們自己認罪這段歷史 我們臺灣的其實還有一段空間 再來請教社會議員 當上提到的 當然他們發到很多情意 但是你剛才說到 至於一個公佈人員 這個時候 你認罪到大家 認罪到大家 認罪的這個小事情 都是自己關係 比較簽的事情 對於要拆渡這個當上 大家比較沒要緊 那不是真的是這樣 不是說拆渡當上這個事情 或是說現在處轉會 你做的那些有的沒有的 但是重點紀念 你如果要問說 我的處理方法 說我感覺處理方法 我覺得應該還有很多人參與 現在好像幾個人而已 說你要聽 他不會聽 他說有功勞 你說他很壞 但是想問台北市民的感覺 這是台北市民兩百六十萬人 不只幾個台北市民的會議 跟大家所用的地方 你說他沒有開放給大家所用 也有 對吧 所以那個空間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台北市民來討論 來參與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不是很愛說公民參與 社區營造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有看過 有哪一個人問我們台北市民 問說住在附近的人 沒有嘛 都沒有嘛 都知道幾個官幾個頂 正正一問 你自己來自己去 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聽 其實應該問一些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 對於中政紀念堂 他是有想法的 OK 這個中正紀念堂 到底要不要成為開放空間 我覺得有一個方法 也可以討論跟解決 是 公投 公道 公道 我們不要只說中央 全國生的公道 公道 是叫做地方生的公道 對不對 是 地方生的公道 雖然說他現在的財產 管轄全體 文化部 不過他就是台北市民 大家共同的財產嘛 大家有同意嘛 對不對 那地方生的公道來決定嘛 對不對 不要...不要小看 我們人民的地位 不是說我們很多 我們就很厲害 我們是做什麼做什麼 官很大 我們就很厲害 沒有 我們就問260萬的台北市民 260萬的台北市民 有機會來參與討論 決定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我們根本就不需要促轉會 剛才我們的 濟政黨的代表 說 大家都在問 整個公園 一年要花幾百萬去維護 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我們一年有什麼 半年 就要花幾千萬去維護 促轉會 大家知道 本來促轉會的人 就要花幾百萬去年五月而已 對不對 所以去年你維護生的時候 好像維護今年一月到五月而已 只有五五月而已 大家知道要維護多少嗎 維護六千四百萬 六千四百萬 其中兩千多萬 兩千七百萬都是薪水 都是給他們這些委員的薪水 裡面只有多少做業務費而已 我跟你們說 七百八十八萬 就是說你維護六千多萬 只有七百幾萬而已 是在做業務而已 其他的錢呢 兩千七百萬在做業務費 所以我們這個促轉會議 基本是要維護人嘛 比說有什麼公園 要花幾百萬去維護 我們為什麼要花幾千萬去 去維護這個促轉會 他現在討論的東西 我們的學者 我們可以來討論 對不對 我們的公民 我們可以來參與 對不對 我們現場也有兩個專業 也有我們 二、二、三、三、四 這些全培 也有我們每天都收 對不對 他們都不用一公公園一二十萬 他們都很開心 要來參與 台灣的社會探討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專門去維護那個機關 來花這些錢呢 OK 就是說這個問題 我們先請教師婆 就是說 維護的 所以他到底人物上的這個部分 他研究當然 我們要去好好質疑一下 但是祝鑽回過去 祝鑽釣禮裡面 要愛的是一個專行政 來 你說 我想社會主義 可能五歲了 在離空一七年的時候 其實就開始做公民參與的討論 平常是沒有關心 現在現在說 大家都沒有來注意 沒有來討論 沒有給市民參與 我感覺是稍微不說 我像台北市 我像台北市已經二十名 在台北 所以我意思是說 所以你不要說 我不要在台北市的 我們要說台北市的正前 我可以跟你說三點錢 你不可以這樣 幫我貼標籤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我不瞭解台北市 主專行政議 主專行政議 其實由兩空一七年開始 其實就開始給公民參與討論 當然我認為說 這個議題 大家可以再多的人 可以來注意 可以來討論 我當然希望說 社會主義 可以來號召大家 繼續來討論 我覺得這是不錯 當然我認為說 這個議題 對我們大家來輸扣 是問題是說 這個東西 當上這個東西要討論 要討論 其實有這麼嚴重 就是說 我看法是說 大家對這個東西 如果再多輸扣 就像我一開始就有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對討論 我們現在說 我聽得很嚴重 不過我們常來就沒有討論 為什麼這個企業 企業的時候有討論 為什麼要討論 為什麼要討論 不然你會打算 你不要去投算 沒關係 我們先給師傅來說 就是說我們如果沒有去溯口 說為什麼這個東西 企業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一天看說 聽怎麼出 就影響大家的循環 我們常來就沒想說 企業的時候 也影響大家的循環 所以我是認為說 當然我們對這個問題 了解就是說 當然專行政議 不管是每一個東牌 甚至我的老師 每一個老師對這個議題 也有很多循環 我覺得都可以尊重 我們也可以思考 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走 走比較長 走比較好 當然我們在討論 這個重症紀念 當然是一個象徵的一個地方 過去我們也討論 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討論 另外 尊重到這個機關的這個問題 他說 行政機關 要去說到國家 到底有不發的行為還是沒有 還是說這個家海價到底是什麼 還是說千載的家海價是什麼 其實說有疑慮 另外民進黨立委 所以我們也說到 認票的這個問題 粗專會是因為說 一塊五塊的這個匯培 有圍寬的這個項頂 但是我們要全部開 兩塊扶負掉 要花一個大別的錢 繼續 再請教福昌老師 是 我們總要來去看說 當然重症紀念黨 是只有一個地方 裡面有這個項項 但是整個這個 我們說專行政議 也不是只有這個項項 是 屬西雄 剛才來賓都有說到 這個圍寬的這個項項 還是說圍寬的這個象徵 很多地方都有 包括我們的股口 股銀 上面都有這個中間 一個項項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是歷史幾十年來 四五十年來 這樣累積出來 以前的 我想說 在座應該很多人要記得 以前的一千塊上面 就是很少 這是幾十年累積出來 這個東西說實在話 要改 真的是要改 因為平常是大家沒有討論 不是說這次處長會 把這個議題彈出來 說實在話 現在政府 因為還有很多見識 有很多重大的政策 進行 所以現在政府可能平常是 不會說去特別去討論這個東西 處長會說實在 處長會是依法行政 因為有一個處長條例 處長條例是立法醫通過的 所以這都是合法的 寄舊募情都合法的 所以這也要挑剔 我的意思是說 紀念 處長會這次把這個議題彈出來 我也作為一個立書學家 我也覺得這個問題是應該要 應該要思考 每個台灣社會 因為台灣社會 說實在 大家都是顧生的我 顧生的我總是比較少去思考 應該說 台北分的人 說實在會比較少去思考 這種問題 不過我跟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一個民主社會 因為會出現很多公共議題 會走出來 這個問題絕對是公共議題 而且這個問題涉及 掌握到 以後我們後一代 後一代跟後一代 未來可能五十年 一百年 我們社會總是簡單一句話 你夠口説要怎麼寫 你夠口説過一百年之後 總之絕對是立書人物 你怎麼寫意 怎麼定位 像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沒有討論 我們就等了五十年 一百年以後討論 十二萬總是這個問題要處理 十二萬這個問題要想 是 再來繼續請教 全部理事 我們剛才說到 中正紀念堂 當然是一個象徵 另外我們剛才說到 其實還有很多路也好 匯北 頂頂這些錢 怎麼贏 其實都有這個中介教的部分 當然他只是一個重數 我們這段用這個東西去討論 另外說到這個專行政議 我們臺灣怎麼走出轉回 其實是很小的這個機構 未來怎麼來 遺失到專行政議 在臺灣 是必然三星的 所以說這個促轉會 那是必然三星的 OK 那是有一個象徵 真的 那個象徵 就是尾管的象徵 我們這個部位的臺灣 是尾管 現在嚇到民主自由的方向 所以說這個促轉會 那是必然三星的 在歐洲 在東歐或什麼 過去尾管的地方 看來都有這個促轉會 慢慢的都會改毒 是 這個 我要提出的是說西班牙 西班牙 他也跟臺灣一樣 也是一個尾管 那個獨裁者 都一樣 跟那個時候 但是他們畢竟西班牙 他們是一個真的有那個文化 可以反省的一個民族 這個一定要做 或是專領要做 所以他當時都鐵雕 而且他的世界 放在那個英雄族 大家說他沒有主機放在那裡 我去年就有看到 有看到的新聞 已經成長了 為什麼 西班牙靈 臺灣不靈 OK 所以我們說過期 在那個國際上 尊對得國也好 西班牙也好 都是把這個尾管 鄉頂的這個東西 都把他移除掉 但是他們的這個作法 也是有一些討論 最後我們請教這個社會議員 怎麼來看經國這個社會 也有很多民主討論的空間 但是尊對這個無分 你怎麼看呢 我是覺得我們台灣要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團結 大家越來越好好 什麼事情都要為這個方向去看 OK 不能越來越對立 我舉例來說 應該沒多久之前 光復國小 同向 拿掉的事情 大家會記得嗎 本來我們的教育局 跟教育部說 我們學校裡面去討論 就是教長 跟學生 跟老師 大家來參與 說我們要怎麼去處理這個 這個同向 結果呢 因為處轉會 一直來講問 一直來講問 你如果沒聽 你如果沒疑 你就要來報告 好 壓力很大 就 偷偷又拿掉 拿掉了 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也不知道 民意代表也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出來反對 出來沒的人是什麼 家長 OK 買的是家長 家長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都沒有跟學校說什麼 家長來跟我們說 他也不是說 他反對還是前行 他說 不是說 可以大家來討論嗎 我們覺得 這也是教育的一個 一個改章 這也是家長 參與學校裡面 看要怎麼處理的一個方法 為什麼要用這個方法 我一開始是說 為什麼這樣 我們去查之後 發現說 原來是處轉會 用他 行政的理論 一直拚 你說這個違反有什麼不一樣 也是一樣 你說要討論的 你不要討論 所以你如果說我 我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 都是說大家討論 說好就好 說好就好 不過我們不需要說 社會越來越來越處理 自己的事情 有一邊的人 會不會怎麼樣 會不會另外一邊的人 要聽他們 沒有他們就是不對 我們就是正義 變成現在是這樣 我們就是正義 你們不聽我們的 你們就是違反 你們就是 還在想以前的 不是這樣 不是說都贏 什麼叫做討論 民主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都有討論 都可以去討論 就是說比較優勞的 技術戰兵 這個綽轉會 可能可以再去 我覺得台灣要向前走 不是只有一部分的人向前走 是大家要向前走 OK 最後請到福昌告書 做整個節目的總結論 來 我是覺得說台灣社會真的是 我們不如賺這個機會 好好去想這個問題 讓這個學術界 還有新聞界 大家來討論 雖然說總結局四十幾年了 不過我是覺得說大家來討論 總結局對台灣的過期 對台灣的歷史到底是有什麼講述 尤其重要 他做什麼不對 做什麼過的錯 這個東西說得清楚 說得清楚 有這個基礎 有這個基礎 有這個討論的基礎 剛才私會議員一直說 討論的基礎 有這個基礎 我們這裡 沒關係 我們這裡討論說 中政紀念頭 中政廟 怎麼處理 我想這比較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應該做的方向 是啦 所以我們說到 有在討論說 中政紀念頭 在當上 自阿扁的時代 就開始討論 但是這個經過二十多年 其實我們也 践對這個專程正義這裡 有做進步 但是有做不夠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我們公民社會 裡面可以好好地去討論 基礎在哪裡 大家平台在哪裡 其實都要抓好準 剛才我們也說到 這個過期 你如果要跟日本時代 這個市民政府的這個部分 要拿出來說 也是可以 只是說法在哪裡 我們定在哪裡 他的這個綽綽條 定在哪裡 我們的這個時間點 要抓好準 抓好準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這個所有來賓 尊敵到我們違反正義 還是說這個專程正義 還有需要檢討 還是說改進的這個地方 拿出到很多建議 但是我們也要好好思考 就是說未來的這個歷史 這個環環 歷史的這個過期的這個改動 這個空間裡面 大家都有他的這個本領 也能夠他的管理 但是真的要尊重大家的意見 今天感謝 謝謝大家 我們再會 感謝 謝謝大家